當時覺得很慘 買了一間屋之後 租了一個很小的單位 我自己一個人在這裡 對著四面牆 每天都滴著眼淚 一直在哭 第一次聽到他給這個焦點影人我 我是驚訝得不得了 對我一個很大的榮耀 因為我始終比所有香港人 覺得我是一個喜劇演員 是呀是難行的 因為我出道 根本都沒有想過 我會這樣做 因為其實每個人出道 都是想漂亮 做一個美美的女主角 但做了第一部之後 我覺得是朝不歸路 喜劇也是我的成就 也是我的遺憾 原來做了這麼多年 是醜幹涵聲的 剃圖 你明白嗎 所以我不是覺得 整條路挺難 挺坎坷的 所以聽到這個消息 你對我這幾十年的認同 我覺得真的喜極意欺 唱歌事業不太成功 失戀了 搞肥也沒有白馬王子走過來 但沒有人找 我自己找一部電影去拍 自己搞 然後還要自己賣了一間屋 當時賺到一些錢 不過那間屋還在供 雜資的錢就很天真地去 自己真真正正正的第一部監製 第一天就四面下蛙 自己去監製 托著菲林 當時還是菲林 還是自己托 拍攝時沒有後悔 電影不買錢就後悔 你當時覺得很慘 就是買了一間屋之後 租了一個很小的單位 300呎房間沒有廳 最可憐的就是家裡移民 我自己一個人在 對著四面牆 最慘的是我記得要還錢 因為上了一部電影 要清掃 還給發行 曾經借過那些 總之每天都滴著眼淚 一直在哭 然後見到這行的人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我很傻 但當時就很後悔 但這樣沒辦法 已經發生了 多謝 有了 他看到了 有了 有了 過了 我 我 過了 很多 跟 我 有 有 有 過了 過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